记者林小云台北报道,大学只考最后一天历史科被含义提夯,台北市补教协会蔡成峰老师今天解析表示,今年考题难度比去年提高很多,与朝鲜相关背景及直接相关考了四题,而且阅读素养能力看得非常重,考生的语文能力牵动历史考试成绩,国文不好,历史科就蛮吃亏的, 定标孤大将7分,仅75分,蔡成峰老师表示,今年考出韩战和越战,现代史考比较多,上古史等较少,非选题往年有简达史翻译史料题,今年则没有,今年直接考出史料判断,也考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,对未熟读课本或临时报佛教的考生来说, 今年考题具有鉴别度,相对于近年来学测跨科题目多,今年指考亦有相同趋势,蔡成峰老师举例,非选第四题是用历史角度靠非洲发展,考生要融会贯通其他社会科目,才能拿高分,对跨组的自然组学生或后段社会组考生相对吃力, 要拿高分孔有难度,比去年难很多,历史考题的图形相对少,但也和底里考题相同,图小又模糊,以善选第九题为例,该题指优图是某次游行活动中的宣传看板,看板中描绘美英等国领袖遭到巨蛇缠绕,无法动弹,看板下方悬驻日本,纳粹德国与意大利等国的旗帜, 要考生回答这个游行活动发生的年代,全国教师会历史评论教师群也认为,考生作答必须耐心阅读, 今年考题文史并重,难以适中,颇具鉴别度,且跨策兼容,固定并许,学生必须读好读满,古代史不宜丢,近现代又须详读, 十试题以东亚举世为主,例如善选第23题考乐站,多选第37题考韩站。 此外,全教会解题老师表示,今年考题注重阅读素养,并出现学术情境试题,犹如阅读世家的心灵, 而经济史观题型增多,与俄国、韩苏联,相关试题一偏多,并出现跨科叛读题型, 例如第11题需结合公民观念,非选第4题需结合地理概念。 3. 5.